炎炎夏日 许多民众都会趁着好天气 前往海边细水 不过随着细水的民众增加 近期也发生多奇的弱水意外 对此桃园市消防局第三大队 特别于7月17号上午 举办救生演练及防御宣导 借此要提升民众的安全意识 每年暑假期间 有很多小朋友 很多都喜欢到细水 那每年因为细水而逆斃的 见识都非常多 所以我们希望借这个防御的宣导 让民众在细水的时候 能够特别注意本身的安全 尤其在我们第三大队的辖区 卢族 这个大沿跟观音 沿岸都是海水的地区 我们希望因为今天的演练 跟仙岛能够提醒 同胞们到这边来细水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水上的安全 消防人员手练的驾驶者救生艇 并迅速的将落水的人员就上船 同时另一头还有消防人员 正在针对落水的民众进行新PR 而消防人员透过实际演练 不仅提升救援锁练度 同时既有向民众展现演练过程 也让民众受益良多 很厉害 就是他就开消防车来 然后好像有单架之类的东西 然后带一把很像前面有游泳圈的枪 然后在对面往对面射 然后让那对面的人 把那拉过来 把人拉过来就上岸了 就是不能在山的 那个也不能在海边 因为没有救生艇 桃圆市消防局第三大队 为了提升民众的安全观念 除了举办九员操演 供民众观摩以外 同时一旁还设有九个宣导站 让民众以闯关的方式 学习正确的防灾观念 其为要推广居家防灾 让民众学习更多的防灾知识 记者网络军团一步到